開會 大家午安 向大會報告 縣長以及公安局劉局長 12月6日下午副臺辦理 馬祖設置國際觀光度假區專家學者座談會 職務由副縣長及公安局記政 弘系長代理 12月6日到12月7日上午 各位有沒有意見我們准以請假 接下來議程式縣政總質詢 每位分配三十分鐘 請各位議員發言 請請美議員發言 主席 縣長 副縣長 科科室主管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我的質詢是針對我們地方財政 我想縣長三年來 我想我們的財政都一直有 就是負債借貸 雖然借貸是不多兩億多 到後面都願剩餘預算來平衡 我覺得這也終究不是辦法 我很想說 我想最近中央有跟我們地方首長不是座談 財政部部長都希望各個縣市 最近台北市也吵得很兇 我想未來中央給我們地方的預算 相比一定是越來越緊 我想在這樣子一個大原則之下 我們地方怎麼樣去開拓財源 開源結留 好像是現在是每一個政府 每一個縣市必須要講的議題 所以說今天我們如何結留部分 我想各位的在座的各位行政團隊 我想你們心裡大家都應該會有分寸 開源這個部分 我想馬祖唯一開源的地方就是 我們的馬九 我們的馬九從民國45年 東引從50年走到現在 各位想想 我如果這樣子說我也自己蠻惭愧的 好像一直沒有進步都在原地踏步 各位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的馬九都一直在這樣子走 二十幾年來 四十幾年到現在 你看 我個人在我個人監督之下的馬祖酒場 二十幾年我一直在原地踏步 各位如果不相信 這也不是我也覺得原地踏步 我們行政機關所給我們的報告也是一樣 這一次上次我們開臨時會 我們議長非常關心 酒廠的效能 提升酒的品質 這個部分 要求兩個廠 東引酒廠做的報告 我練一段給人家聽好不好 現況檢討 本廠雖順古法燃造 但因為設備老舊 製程也受到季節 天候等環境因素影響 造成品質與產能提升之平靜 不符合現代化的要求 這句話 說了多少年 幾十年 還是這句話說出來 都到什麼時代了 設備老舊 設備老舊 自承受天候影響 自承受天候影響 我正想 現在 我們這次運動會去金門 去金門一趟回來 我們有本席三年沒有去過金門 這次去了以後 我覺得三年 金門的進步真的太太大 不要說酒廠 關於他們很多的基層建設 大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財政 財政上它確實比我們寬裕很多 我想縣長 今天早上 舉官相親來陳情 其實也不要多少錢 一兩百萬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或許舉官相親覺得縣長 答應得不夠乾脆 我也知道縣長擔家的為難 可是如果今天想想 我們這個金金舞 怎麼樣能夠發揮 它一定的效能 真的馬酒 我想最近 大家都很關切這個議題 所以說我希望縣長 是不是能夠讓馬酒 或許今年也不要有給他什麼 業績的壓力啊 你看看我上次 酒廠工作報告就告訴他 酒廠一進門看進去 破破爛爛 從馬路下來 他的配售酒 配售酒的地方就對著馬路 他的倉庫都是尾沾建築 都蓋在馬路旁邊的尾沾建築 自己講的 設備老舊 你救他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到底該怎麼做 我想很多的企業 都是看殘遠的 45年到現在101年 即將102年 幾十年了 還是這句話 東影酒廠 廠長草青果先生 他的工作他的報告 我更說詳細一點 東影成高 他的數字告訴我們 生產批數 99年的時候 99年的時候生產批數是多少 1900多 100年1800多 今年 600多 一年過去 為什麼跟我們同樣的金門 相對的如此成長 我們的酒廠 如此的一直往下降 我想 縣長 我不想針對個案 我不想針對單一的一瓶酒 我是希望縣長 我為什麼要舉一下是 東影成高 像是本系在現場實證報告的時候 我提出來 我那個心情真的是無味雜策 我覺得曾經是那麼好的一支酒廣告 做得這麼好 而且東影酒廠生產的很單純的就是 東影的成高跟東影的高粱 本來說他們這樣子比較單純化的酒瓶酒支 應該是做得會更好 為什麼會走下坡 我講的不是 不是短線 我希望做的是長線 今天每一個在這個位置上 以前陳雪生縣長 是也想力挽寬 把我們的企業家 有一個叫做陳傳華先生 他曾經是獅子會裡面很有名的一個企業家 他想把他請他回來 他也是抱著滿腔熱血 結果也不了了之 也沒有什麼大作為 一直以來到現在 如果說 縣長能夠 多關心酒廠 大概我們每一個議員都一直覺得 都覺得很 有時候滿佩服縣長 你願意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要救地方的財政 怎麼樣去先救酒廠 東一產南竿產 這個部分我想主席才是 請縣長做一下回答 好 請縣長答覆 首先我要謝謝李議員的指教 我想不是說我想做的事情 就可以做得到 比如說我很想做集合式住宅 但是議會這關都通不過 我就沒辦法往下走 不是 縣長你這樣子講有欠公平 不是議會這關通不過 我們議會比較接近民意 我要做個結束 我不能讓你這樣子講過去 我是覺得集合式住宅 不是這樣子講 因為我是呼籲你剛才講的那個話 就不過因為我是覺得你盡量結合民意 我覺得說 這個基本上 民意有很多種 民意有很多種 你的民意跟我的民意基礎上 可能不盡然相同 但是呢我們要看最後的結果 今天 當初兩個機場 也是多數民意的 結果把我們整個地區的進步拖住了 我想很多民意 所謂的民意 甚至於是民粹 每一個 每一個代表後面代表的利益不同 所以今天 我們要看長期的 鄉親長期的利益在哪裡 因為今天剛才 李議員問的是酒場的問題 我想 其他東西 我不想多講 我只想說 目前 我只知道說 我們所賦予 酒場的任務 他也沒有幫我達成任務 我們講的是責任政治 今天我找人來 至於這個人 他個人的私德怎麼樣 他只要不違法 那是觀感好不好是他的事 違法 法也不容 但是我所賦予的 是我們給他的任務 他必須生產到什麼地步 才能夠對我有交代 對 先生長 對不起 我要打斷你 當初我也一直認為這樣子是對的 只要他達成任務就好 如果每一個政治人物都這樣子超短線 這個叫做超短線 他不喜悦任何的手段 今天只是把任務達成 他就會造成今天講的 從民國45年到民國102年 都是這樣子說 設備老舊 過程是因為要靠氣候 靠另外一些因素 不是靠現在的專業技術 現在的食品一些製作 都已經是專業技術提升 去進門看 什麼都是 非常有條理 有專業的技術在裡面 只要用一 廠房裡面看到非常乾淨 簡潔 而且不需要很多人 就可以系列他們生產多少 當然我不希望馬祖 一下子變成那樣子 非常羨慕他們 我們是希望縣長 你今天選縣長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夠很多 以前沒有辦法做的 能夠在你的手裡做重大的改變 有很多要為歷史 為什麼我常常提起劉縣長呢 他就是以前做了很多 重要的政策的翻征 留到後面 大家都很懷念他 覺得他做的事是對的 虽然目前縣長人家看到 也許不一定認同你 到後面你留下來的 讓我們覺得你是做對了 是不是 現在 基本上 我想 我講做 我說我做對不對 不是我這個時候講 可能要到棺材裡面去以後 不會那麼久 比如說 不會那麼久 早上 早上 這個 舉官相親 不是來陳情嗎 對 當時我們買台馬輪的時候被批的體股王夫 現在 竟然為了這一車破船 大家搶破頭 我想 這個歷史的評價 就留給歷史 如果說 如果說 我做的不好 我做的不對 歷史自有攻斷 基本上 我想 我想 對馬祖來講 我們不要一味的 羡慕金門 因為金門是金門 我們跟他的條件不太一樣 對 我們的歷史跟他也不一樣 是 金門是民國二十幾年 他就是一個縣 這個文人蕙翠 現在 在中央部會 有很多 這個 政務官 但是 這方面 我們是幾個列島去拼湊出來 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 才有縣這個名字 我覺得目前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時期 最少 中央部會 很務實的 就是我們務實的做法 目前中央部會 都能夠 大概支持我們的做法 這個是進一步的地方 另外 我想 因為 現在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各種聲音都有 如果 我們在這個裡面 失去主見 大家這樣子講 我們就往左 這樣子講就往右 到最後 一定 一定到不了 彼岸 針對 九場的問題 我要說 我不擔心 為什麼不擔心 你剛才講的財政 今天 我們丟出 博弈這個議題 我覺得 那個是 如果有機會成功 是我們解決財政 一個最大的利多 而且是 這個效益 是非常非常龐大 但是九場 第一個 我要原料 我要人 我要技術 我還要市場 是 所有的關卡都很好 你有本事 有本事 從我 開始七千萬 放一方 一直放 放到我 任其道 我想 沒有一個人 有這樣子的本事 放到我任其道 也放不了多少 但是 我要講 今天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資源 只有這麼多 我們要用我們的特色 就跟早上 大家一直談到的 比如說 這個一瓶百年乳一酒 被炒 炒到幾萬塊錢 所以說 這個是我們的特色 如果特色的話 就怎麼樣子 把這個特色發揚 發揚大了以後 搶掉我們這邊 我寧可少賣幾瓶 但是我多賺一些錢 所以有的時候 不是原諒來講 不是原諒來講 最少 這個我前幾天 去夏威夷的時候 我們一個駐外代表 這個外交人員 他跟我說 他拿了一小瓶 東吟 陳高 吃飯的時候 那個老外 大概以前來過台灣 他一看到那個酒以後 他說了 悶昧以求 悶昧以求的東西 所以後來 我就請 王常義 我說我們寄一箱去 寄一箱去 幹什麼 利用那個場合 推銷這個 真正的事 我們要藉著他的嘴巴 搶掉 我們的東西 是受歡迎的 那外面經常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很多人說 哦 馬祖的酒 比哪裡酒好 我不這樣講 不這樣講 我覺得說 我們有我們的特色 基本上 酒場這一塊 酒場這一塊 我想 大概經過了 這個將近三年的時間 有什麼問題 大概 大概 大概都已經攤開了 那 等問題 都攤開了以後 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 然後再針對問題去解決問題 對 縣長你講 我覺得縣長你剛才講到重點 我們真的是要解決 而且面對這個問題 我也不希望我們的酒場 真的只是超短線去做 還有 你剛才說量 像那個白紙千歲 到底那只是限量 我們真的是 馬酒並不是靠這一支 一萬瓶 甚至一千瓶 那只是另外行銷 一個小小策略 我們真的需要是大的 比如說我們原尊成高 東影成高 我們大量的這種 一般市面上消費的這些酒 這些酒的品質 其實縣長 我們每個人都很以致好 所以我們馬酒很好 很好 並不是說靠一個人 或是部分的去做部分的銷售 我們不願意看到這樣子 一億多 在現在你看 十年前的一億多 跟現在的一億多 差太多了 而且最主要 今天我們為什麼 要讓我們的業者賺到錢 昨天也談到 我們酒不要賤賣 一瓶三百兩百 三百塊批了 他一樣賣三百二 五百塊批了 一樣賣五百二 賺二十塊錢 他不可能我三百批了 去賣六百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好的酒 本身是一定要珍惜 我們自己出產的酒 比較做一個合理的利潤 話說回來 你看業者現在五百六十塊批的 賣五百八 賺二十塊五百多塊成本 前一陣子原高缺貨的時候 原尊缺貨的時候 提升到六百 現在就一直在六百 我覺得這是個可行的現象 我們原尊 我們的原尊 工訂價格 六百五十塊 你看只賣到六百塊 五百八 物價波動 其實說真的 物價波動了這麼多 酒廠在這個酒駕上 沒有占價 真的這一點是 還讓我們相近至少 可以接受 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未來 至少我們的酒 我們酒做出來 人家願意售 願意買 你到現在你看看 很多我覺得 那個場上 我說欸 你最近怎麼好像 都沒有帶出馬祖衣服 賺不到錢 其實我們講過好幾次 其實不是靠你酒廠 你自己酒廠 你酒廠 銷售 你酒廠應該打的是一個 怎麼樣 廣告打得非常響 像現場這樣 把馬祖推出去 然後後面自然 自然效益進來嗎 你今天看看 酒做到這樣 我們三家賺不到錢 所以說 眼光短的人 會希望這樣講 我不是指摸一個人 我是覺得 我殘遠的看 我希望我們的酒 好的酒能夠出去 不是說三百 賣三百二四百 賣二十塊那個價錢 我希望政府 是不是能夠定一個辦法 今天你看我們到哪裡 去買東西的時候 他跟我講 我已經賣你 兩百塊 這條機我們有個公約 這個公約 你無論如何 我可以送你一點 你不能覺得說我便宜 我們好久 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公約 公定價多少就多少 讓彼此有個公約 這樣子可以酒廠 也可以演繹一個辦法 演繹公約誰 五百八 譬如說規定六百五 誰五百八賣掉的 這樣子的話 然後是不是有一個制裁 改到他的方式 我是覺得這個未來 我們酒廠怎麼樣 去幫助業者 怎麼樣讓業者這個部分 你不要小看這些特產業者 如果今天他賺得多 或者一般的腳商 他賺得多 他有利潤 這種下面 就像你董事長 只是一個 一個點 他是整個下面的 無數的 老鼠尾巴一樣 一個牽一個 他的量自然相對就會大了 你今天沒有利潤 一瓶酒賣 一瓶酒賺二十塊 所以說 觀光客進來 他都不要推酒啊 就一直去推別的東西啊 現在 我想 其實 我一直強調 我說酒廠這一塊 我不擔心 不是你不擔心 我們很擔心 要不要讓我講 你不擔心 你一年只有也一億多而已嗎 因為 我講得很清楚了吧 從七千 一億四 兩億八 兩億八 再來五億六 我再怎麼放 到我任期盲 放不了多少 今天只要把觀光旅遊做好 人多一點來 一個人多帶一瓶 你的酒不夠賣 所以根本 根本的問題 我們今天大家都很 都很關心他 一個小孩子 如果太多人關心 他那個成長 他的成長會有問題啊 我想 每一個人 有太多專家 大家都在指導他怎麼做 結果他不知道怎麼做 現在你這觀點跟我們不一樣 我覺得 這個不是大家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酒產 一個大的企業 有一定大的企業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一個做法 很多要定一些制度化 你今天就是因為做的不好 你今天就像孩子 如果一個孩子 能夠很努力很認真 一路讀上去 他的父母他的老師 會一直盯他嗎 現在舉這樣子的例子 他的父母他的老師 會盯他嗎 剛好我昨天看一個新聞 有一個爸爸 他兒子 考99分 他爸爸罵他 他媽媽就跟他爸爸離婚 這個新聞我也看到過 對 所以說 因為你剛才講那個話 所以基本上 那個只是少數 那個只是個案 我們酒產是一個企業 我覺得現場你要有這種觀念 我沒有叫董事長 跟總經理過來 我覺得現場你絕對可以影響 因為董事長跟總經理是現場用的人 所以我覺得你必須要有給他們這些觀念 所以我想我想我第一個我要說做生意我不懂 但是我只要求我只要求你來了以後 你用正當的方法 對 然後幫我做到我給賦予你的這個業績 這個是最起碼的要求 至於說能不能其他的方式 我想至於跟外界的觀感怎麼樣子 我必須概括承受 但是我想酒廠我們今天 我們如果要讓它這個體制更完整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品質要穩 第二個 要準備可以充斥的量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到現在為止 我們只能說某一些像溫控的部分 它改善了 像東銀 本來一年可以生產的時間比較短 那夏天有段時間不能生產 但是它經過這個改善以後 把這個經過用空調以後 好 那這方面呢 生產量有很明顯的 數據上面也呈現出來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質的部分 質的部分 偶爾 偶爾它 有一些東西哪裡冒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 就是有這種 變成說很多是靠運氣 沒有辦法用科學化的 知道做問題在哪裡 所以說縣長 酒廠成立到現在 將近55年60年 我們如果還一直願土法煉鋼 我想縣長 我們對酒廠未來期望真的是 如果縣長這樣的講法 我真的不敢記以後悟 如果你縣長只為了求 真的縣長 我們也滿三星的 如果你只是為了求 賦予他任務 一億多兩億 誰都可以做 誰都可以做 我想 不是誰都可以做 縣長你說到你那句誰都可以做 當然誰都可以做 如果我自己有管線 我最少我這樣講 我也誰都可以做 我也希望縣長 你必須要負一點歷史的責任 如果酒廠能夠在你手裡脫胎放 能夠有一些作為有一些創新 這對你 或許我的能力有限 會有損失嗎 或許我的能力有限 但是我想 我是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但是我的能力有限 所以我只能選擇性的先做好一些 先做好一些 比較跟我們鄉親 跟馬祖前途 關聯比較大的 先做先突破 酒廠的事情 我說我不急 因為他在持續成長 他在持續成長 如果說 我們要讓酒廠符合 每一位議員 每一位鄉親的口味 實際上是有困難 但是呢 我們會持續努力 我希望我們的酒廠 成長是非常順利的 這樣子成長下去 不是走一步疊兩步 走一步退後三步 我們真的是希望看到 酒廠有一些績效 即使對鄉親 對業者 對本身的規範 這個部分 我希望真的能夠 在酒廠看到 我真的不希望酒廠看到 看到的只是 我剛才講的 只是短線 如果只是這樣 每一個政治人物 選上來 有能力 有權力的人 每個有一套的看法 我想我們的酒廠 未來前景 真的是蠻可悲的 當然我的看法 跟現場 現場是樂觀的 我想從45年到現在這句話 酒廠的工作報告說出來 我想 看了我不知道 是你們酒廠的員工這麼說的 這個45年 是不是很辛苦 45年是強調它的歷史 那真正酒廠有戰地政務 終止以後 從80幾年到現在也 將近20年了 但是對我來講 整整20年了 對我來講 最少在我接手 還不到三年 然後有一些問題 要去慢慢處理 有一些新的問題 當然我有想法 但是跟這個落實之間 還有一段距離 當然我希望現場 還有我這邊 董事長總經理不用進來 我也希望現在 總經理跟董事長 未來在管理上 在所有預算上 在所有這些 存貨上的量上 這個部分一定要做得完善完整 現場這個回去 你要求他們應該沒問題吧 我一定會要求 好 現場謝謝你請坐 下面我想 這個部分 我想 因為現在你看 現在這個季節 剛好又是冬天又下雨 所以鄉親又懷孕 是不是能夠 在那一段加設路的 那現在五點半下巴六點 已經天都很黑了 這個部分主席採事 請公務局局長 能夠做一下回答 請公務局局長 能夠做一下回答 謝謝建美議員石教 關於這個問題 明天早上我們十點 有一個會刊 對我知道 那是會刊 對有一個會刊 那是不是到時候 我們在會刊的時候 我們一併解決 一併把那個列路 一起看一下 我們的文都有到議會來 像幾個議員都有收到 我們這個明天會刊的一個文 十點好 那你需要的路 那時候 經會上應該沒問題吧 那經會上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 因為你主線到 你那個 另外一個代替的道路 本來就應該要做得 比較完善一點 這樣子大家對行的交通 比較安全一點 好不好 明天早上十點 我們在限定來解決 好 謝謝 局長謝謝請坐 謝謝